这里面的祷告结束了以后 我们再来拿那个棺材送过去坟墓的地方那边的 那个棺材会放在坟墓里面吗? 当然不会 我们就把那个棺材里面的尸体拿出来 放在坟墓里面的 那那个棺材要放哪里呢? 放在清津寺里面 是清津寺里面的 在我们这边基本上 在一个清津寺里面有两三个棺材 那个清津寺附近那边有人尸掉的话 家人他们会去清津寺里面接用 接用那个棺材 用好了以后要还给他们 要还老地方那边的 但是那个棺材都不会放在坟墓里面的 我们的母亲河还是尼罗河 我们过了这个桥 过了尼罗河的话 就代表我们就要慢慢离开开路中心那边了 慢慢离开西区那边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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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